教完定开幕时间 迟了10分钟才放行 一帮书迷立即冲入场内 排头位的书迷 为了买到心头号 不惜排了6个钟 然后传记啊 这些东西 大概5000到6000港币左右吧 今年书展有个趋势 就是多了政治题材的书籍 好似这本书感 就奉刺由小圈子选出来的 特首的管治能力 而这本就摘录了 新班子的时事根据 另外有参展商说 留意到近年多了年青人关注政治 预计一些有关政治的书籍 会比较畅销 一项有出版政治书籍的出版社 今年推出16本新书 当中有一半都跟时政有关 以前可能是有三数间 是这一类型的出版社 才做这些时政的书 但今年出得很多 有些平时可能是 只是出一些爱情小说的公司 他们都出了这些时政的书 因为我们的香港特区政府做得不好 就令到香港很多人 他要靠自己 他要留意自己很多东西 那就提升了本土意识 他形容如果政府继续欺骗市民 估计会有更多书商出版这类政治书 会令这类书变得更加流行 今年书展一共有560间参展商 大会又会举办400多项文化活动 当中有不少重量级作家会和读者交流 而书展的另一个焦点就是这个 韦斯利50周年展 除了会展出韦斯利数像 还有作者挨看的手稿和旧照 另外会场也都设有立体投射的 敦煌莫高斧展览 每次可以容纳30人入内参观 为期7日的书展 其中星期五星期六开放时间延长至午夜12点 主办单位贸法局预计 今年入场人次会比去年多 突破100万人次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戴热蒙报导